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浩婷 今天的演讲主题是 文明的力量 由故宫经验 谈中华文化的普及与重要 在场的各位同学 应该都去过故宫博物院吧 那博君你有去过吗 有 那你对故宫博物院的感觉是什么 冷气很冷 傻眼 其实你知道 故宫在台湾这么小的一块地上面 它其实是拥有 全世界最多的中华文物的地方 然后它从宋元明清到现在 涵盖了五千年的中国历史 它总共有六十五万多件的文物 干嘛 很恐怖吗 很多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文明的力量 那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你说说看 我知道 文化是一种生物在发展过程中 一直不断地累积下来的生活经验 等一下 这是你维基百科上面查的吧 不然你讲讲看文化是什么 文化就是 好 不知道文化没关系 我们今天请到的周公 周公新 周老师他在故宫服务的时间超过三十年 没关系 不知道文化 我们可以听听看 待会周老师会为我们带来哪一些精彩的演讲 让我们掌声有请 周公新 周老师 以及陈文茜 陈老师 感谢你们 我们今天的贵宾太难得了 如果你们知道他现在 在艺术史的领域 不管是法国 不管是在亚洲 或是在中国 在各地受欢迎的程度 你们就会知道 期末考 只是你人生一场考试 可是今天的讲堂 可能会对你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非常感谢周公新院长 在百忙之中来到亚洲大学 请大家给周院长掌声 谢谢 谢谢 我们新院长 谢谢 好 我谢谢 首先谢谢亚洲大学 也谢谢文茜 我的老朋友 给我这个机会跟各位见面 谢谢 请坐 我为什么拿这个拐杖来 我并不是为了表示我有风格 也是 也不是 因为我随着年龄增大 我非常久之前 我的左脚的韧带已经断掉了 但是我那个时候是断了我的左脚的骨头 所以我的医生完全只在看 我的左脚的脚盘 就我的整个脚盘断掉了 那断掉了以后呢 我还记得那是在希腊 阿波罗神殿 那西方文明的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那也因此当东正教进到了希腊的时刻 它要毁掉雅典原来的文明 它就把阿波罗神殿整个焚烧 然后就盖了东正教的最后教堂 但是一切都成了废墟 那那个时候呢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起点 你如果去过阿波罗神殿的话 你会发现 他当时这样子看世界是有道理的 他那个地方四面环山 周院长你去过吗 他这个四面环山 然后神殿在顶上的中间 所以那时候希腊人以为他们是在世界的中心 所以人性很自然 每个人每一个文明都以为自己是中心 对不对 那当时我会摔断腿是活该 也是倒霉 因为阿波罗神殿的故事很有名的是 Alexander the Great 他是我小时候的偶像 他当时要东征 你想想看那个年代的人 他可以在西元前几世纪的时候 可以从希腊的北方 不是现在的马其顿 而是那个时候叫马其顿 可是其实是现在的希腊的北方 叫Tessaloniki那个地方 然后最后打进了雅典 征服了雅典 然后最后呢 他决定要东征 东征的时刻呢 他第一趟就打到了伊士坦堡去 那他的东征的故事 跟城吉斯汉 大汉英雄的故事 都在人类里头 都是奇迹啦 你知道那个年代的他 西元前几世纪的时候 他打到哪里去吗 他打到了印度 那当时 你看也没有大的船 对不对 多困难的事情 那Alexander the Great 他很特殊 我这个伞呢 是希腊的伞 所以这是第一点 那我为什么带他来呢 是因为 要做一个今天的起头 还包括 我真的需要拐杖 因为这几天在下雨 我的骨头在痛 可是 你就要拿一个拐杖 你们年轻人就看不起我了 我拿一把伞 而且很有fashion 上面还有一个猪猪 当拐杖 你们觉得我很拥有风格 你知道吧 OK 那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拐杖 因为他比真正的拐杖好用 他很轻的啊 那我回来讲就是说 我为什么前面先开头这个故事 待会儿也特别引言 我今天请周公信院长 前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来我们现场 我告诉各位 因为你们少了两个小时准备期末考 但是你人生会获得很多的理由 所以在历史里头留下重大工业的军王 或是人物 都是超越一般人做不到的事 Alexander Gray也是啊 你看那个年代 他先打到土耳其 打到波斯帝国 然后一路一直这样打 谁跟他这样打 所以呢 他就先骗他的军队 你跟我到哪里去 我就会把征服所得到的东西 都分享给你们 所以大家就跟他打打打打打 打到了波斯的时候 他的军队累了 想要回家 因为时代太久了 然后呢 他就把自己穿成波斯帝国王国的样子 所以你们看到一个衣着正常的人 觉得他很庄重 看他像我这样一个衣着 比较齐装衣服的人 觉得很奇怪 你要小心他可能是伟人 那Alexander Gray就是一个这样的伟人 他到哪里去呢 就穿齐装衣服 然后就把他在当地看到的服饰 就穿在他自己身上 然后他就开始重用波斯帝国当地的人 你征服一个地方 当地应该是反抗你啊 对你没有忠诚度啊 他很了解人性 他说不 你跟我继续打仗 他们就一路这样子 一直打打打 打到了印度 反正呢 这批人想回家 就让他回家 当地的人呢 我继续分东西给你 你就跟着我一路打 那打到了印度 然后回头来讲 阿波罗神殿 阿波罗神殿是谁在管的 不要看不起女人 那时候有一个女人是超越Alexander the Great 管阿波罗神殿的在那个年代 希腊的文明里头 她都是女巫啊 她是女的住持 就是你想象西云大师是个女的 OK 然后呢 他就得去问这个女巫 我此去东征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拜官也使了 这种都是拜官也使 可能周院长觉得这个拜官也使呢 不值得参考 可是我觉得好玩 女巫呢有个规定 就是她头发要很长很长 这是她们的基本的一个配备 那那一天Alexander去问她的时候 她刚好身体是立架 所以按照她们女巫的习俗 这一天是不可以回答神谕的 可是Alexander the Great很霸道 那个年代啊 打仗的人 跟我们现在打仗的人不一样 像川普是叫人家去打仗 自己坐在白宫爱扭 也有很多 现在的将军呢 是叫士兵去打仗 自己在后面指挥 那个年代 所有的君王 像Alexander the Great 他的爸爸 有一只眼睛是瞎的 大老死的时候 一只手臂是断的 你一定要站在第一线 这是基本规则 没有人躲到后面 躲到后面你根本不足以成为君王 所以他们都很年轻 就做大帝 也常常很年轻就死掉 那Alexander the Great 当时就抓住了这个 很用力地抓住这个女巫的头发 你回答我 他们的时候 他抓这个女巫的年龄 就跟你们现在是一样的 你想象啊 就跟你们现在所有在座很多 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 你们的年龄是一样的 他就抓住这个女巫的头发 要他回答 那个女巫就不肯回答他 后来他逼他 他说了一段话 大往此去 所向无敌 可是后来他自己又手臂写下了 当时的文字 这都是拜官也使了 就是说 他会死在异乡 而且他的尸骨 没有办法回来 他的故乡 接着他的帝国 会在瞬间崩塌 他的后代 很快地 会很年轻的时候被处死 这是后来的预言 那我后来到希腊去的时候 就在他的儿子的 被幽居 就被关起来 那Alexander the Great 一死了以后 他一死 他的帝国就崩塌 他的尸体呢 只运到了 现在有一个叫亚历山大港 运到了埃及 还回不来了 然后他的儿子呢 就被关在一个 我去一个商店葡萄园附近的地方 然后呢 就在旁边 那时候我因为腿已经断掉了 所以就没有办法走进去 就在那个 我就买了这把阿赛 好 回来我为什么腿断呢 因为那个地方后来又被东正教占领了 那东正教跟Alexander the Great 那个时候的希腊文明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它是一个很歧视女性的一个宗教 女人是不可以进入东正教的教堂的 那我的顽皮个性啊 我就拿着一个这个 我记得我就是拿 我那时候拿的是皮叶矿泉水 不是阿比奥 我就拿这样矿泉水啊 我就说 女人不能进去 我不止走进去 还站在她的废墟的石头上 大概只有这么高 我就站上去 然后在那边放音乐 在那边跳舞 然后拿这个矿泉水 然后动在手上面跳下来 这样子 跳下来我就摔脚了 摔脚以后我就断脚了 断脚了以后呢 那时候骨头是整个断了 哪一天呢 1999年7月9号上午10点 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呢 因为差不多那个时间点 你们可能太年轻 你们不知道1999年 你们在哪里 1999年算起来 等于是18年前 你们都才两三岁 当时李登辉 接受了德国之声的访问 宣布两国论 就7月9号上午10点钟 我推算起来 刚好台湾下午的时间 所以我跟别人说 我表面上不赞成两国论 我骨子里是赞成的 因为我的医生跟我说 你的骨头刚好断成两边 我说那没办法 因为你都会宣布两国论 我的骨头就断成两断 可是医生宣布了 我的脚断掉了的时候 医治了 也上了石膏 却没有注意到 我的韧带断掉了 好 我讲这个小故事 是要告诉什么 其实我们多数的人 在思考非常多事情的时刻 你通常只着重在这个眼前 你很少会看到其他的可能性 所以等到后来 大概过了好几年 我发现我左边的脚的韧带 断掉的时候 它已经不能开到 它已经纤维化掉了 那就成为了我的钟声 变成很有风格 不是拿拐杖 就是拿雨伞的人 OK 好 那回来 讲完这个笑话以后 来谈一下周公新院长 我们特别邀请他 他好好认真听我讲话 真不好意思啊 周院长 OK 周院长 今天要来跟我们谈的 不是台北故宫而已 他要谈的是 他为什么可以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很愿意以故宫为他的置业 这是第一点 他怎么样去看到 当他进入 看起来一个机构 叫台北故宫的时候 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时候 那代表什么遗憾 那代表一个很浩瀚的文化 很浩瀚的文明 当他一进入里头 他不是进入一个很窄的学术界 这是第一点 我请周院长来跟大家谈话的 第二点是 他后来出国读书 多半的人 我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今天是研究宋朝的瓷器 我认识一些人 他就会到日本去留学 然后继续再念宋朝的瓷器 如果他念的是原明时代的书画 他可能到美国去 继续去念艺术史 也是念这一段 可是我们周院长却很了不起 他那个时刻 决定留学的地点是法国 然后他研究的领域呢 就不只是 原来他在台湾 已经很熟悉的 属于中国文明的东西 他要去法国 因为他很了解他所研究的中国的那个年代 同时另外在世界的另一端 有一个了不起的法兰西的文明 就是你们现在所知道的法尔赛宫的那个时期 正在全面的崛起 然后文艺复兴 从威尼斯 然后最终在法国 那法国那个时刻 跟中国的康熙皇帝 两个人彼此 回应 成为整个地球上 最闪亮的 两大艺术文明 那请中心院长 我特别想请教他的 除了这两个文明的精彩 他两个所做的 学术研究的比较 以及他后来的策展 另外一项事情 就是我想请问他 在他那么年轻 而且很多人 多半不会愿意选择一个深宫 进到台北故宫 接着 不会在故宫 研究完毕以后 又懂得跳出故宫 去研究另外一个文明 我们现在在谈人工智慧的时代 谈你们年轻人面对的时代 谈文创 谈所有的思考 其实 周院长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他所以跟其他那个年代 从故宫出来的人 跟从故宫那个年代的专家 最大的不同 不只是他行政能力 不只是他的创意 还有最重要是他了解 即使在我原来的领域里头 我也要跨界 我要跨出我的东方 然后进入到西方 他不会把 他原来在台湾所研究的东西 再跑到法国去 完全研究相同 他会打开他的眼睛 所以后来这个法国呢 特别派了一个歧视寻找给他 感谢他对法国文化的贡献 那这个这一点呢 大家就要了解 其实一个人的选择 他就决定了这个人 终生的一项不同 这是我今天请周院长 来我们现场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相信待会儿呢 他会一边说 我会问他 你的人生选择 当时思考是什么 谢谢周院长 谢谢 那今天的PowerPoint 是周院长自己制作的 所以也烦请周院长开始演讲 好的 好谢谢 那我首先要谢谢袁茜给我这个机会 我知道袁茜一直都对年轻人非常的关心 当他打电话要找我来跟各位有这么一个机会交流 他就给了我一些 因为我知道袁茜的这个领域非常的广 所以他在这个 我以前接受他访问的时候 多少还是有一点 有点惊惊胆战 因为他太管了 一下就跳 所以我当时他跟我提的时候 那我想到有一件事情 他大概这个 第一个就是对孩子们 对年轻人 他们的未来 所以我就 他给我出题的时候 谈到法国 谈到这个康熙与路易十四 然后又谈到刚才提到的就是 我为什么会选这一行 为什么会进到这样的领域的研究 所以我自己就稍微就把我以前做了一个回顾 我如果要讲 我这个人可能在我的整个的选择 我的因为我们 各位你还年轻 你往后的每一天 每一个阶段 你都在做你的选择 那这个选择呢 就串出了你的人生 那我自己回想 因为原浅 这样的一个邀请 让我就去回顾我自己 我发现 我在我读 从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 因为父亲是医生 所以他第一个就跟我开刀 就说你要做医生 那我说 我说你辛苦 为什么要我也辛苦 我说我是女孩 那时候我只想什么 因为我的伯父是留发的 我一个伯伯是留发的 我从小就喜欢跟他在一起 为什么呢 他就会讲这个法国的那个风情 讲这个法国的这个进步 法国的这个艺术 所以呢我父亲一当讲说要 要我考医学院我就拒绝了 那拒绝他非常生气 真的是老一辈 他一直觉得我是老大 应该是带着后面的弟弟妹妹 这是他觉得这个行业 是要有人去投入的 那时候我考的时候 我说我要读外文 而且我要读法文 我就是那时候选的第一字约 就是法文系 进了法文系之后呢 我还对我弟弟他们也想照顾一下 弟弟妹妹 所以呢我就往上映着野鸽子黄昏 我就买给我爸爸看 我说你看看这本书 看完以后我们家到现在 没有一个人做医生 我弟弟都学工程 妹妹都学教育 所以就我那么一个 我觉得就是说在你的选择里面 当时我只想到说 对于那个法国的那种文学艺术 是有向往的 所以进了 读了法文 我就当时考 你出来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代是一个 这是共产主义正在兴盛的时代 也是那个baby blooming的时候 那个婴儿潮的时代 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们大学一毕业 同学们我们申请学校 结果有几个都去了法国 没有读到一年都到美国去了 因为一天到晚是罢工罢学 所以我说那那么会精神感吗 我就在学校当助教 当了助教一年 你那时候是刚好1968是不是 1968年 对 因为1968是法国学潮最严重的时候 最严重的时候 那我说我自己选对了 我就当助教 当了助教一年等于是观察未来的可能 这个助教一年下来发现不好玩 因为怎么打讲义 被会议做行政 然后我们的习主人又很忙 今天那三个工作 那变成我要坐镇 一天到晚忙到底 我说我本来想住就还可以 跟老师学点东西 后来我就决定出来考试了 找工作 我当时有三个工作 我当时有三个工作考上了 故宫 故宫是上午通知来 说约了一个时间 好像4月25号要去见院长 那时候是蒋福冲 蒋福冲院长 下午接着是什么了 就是那个美军顾问团 要有一个secretary 要有一个秘书 我也考取了 他说你快点来 我们先希望已经录取你了 接着呢 那个大航航空公司刚成立 他说你来 我们接受你了 这三个里面呢 我当时第一个时间就回聚了 因为我一看到故宫 我就回聚了这个美军顾问团 我说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可是我可不可以打电你 这三个工作里头薪水最高 应该是大韩航空公司吧 应该是美军顾问团 它是weekpay 哦 美军顾问团最多钱 最多钱 顾问团可能是最少钱吧 最少 少得很可怜 2250块 因为我永远记得 因为这个中间还有一个插曲 你知道 因为我当时选的这个是 你要讲清楚 现在人搞不清楚 2250块是台币 对不对 台币台币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考取的时候 见了蒋院长出来 因为我们那时候 那期是故宫第一次 后来也没有过 招四位 可是呢 来了八十几个人 那当时我 这四位呢 有两位是女的 两位是男的 那两位女的我们就在一起嘛 所以前后出来的时候 见完了这个蒋院长 蒋副冲院长 那位 我也不记得他谁 他就说 哎呀 请问你知不知道 这里的薪水多少啊 我说不知道 我有公务人员大概不多吧 我说 因为 我也没问 我说最多几千块吧 我还不知道只有两千 你知道 那美军顾问团队而且 你也没问啊 我也没问 我总会问嘛 到时候我都不问 你知道 我只想说 这三个我 第一个是排在故宫了 所以当时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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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那这几千块 他说我现在是 他是从美国回来嘛 他说我 我美国拿的学位 花了那么多钱 那我今天呢 来这里 如果只有几千块 他说 现在传安抚找我 我都不想 七千五 他说七千五 那我想他一定是拿到了两个 他问好了以后 他后来没有出现了 那就是 到西元五的那个船 就是 戴安芬 他是Designer嘛 我说这个在人生的选择里面 这个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当时选择故宫 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后悔 因为我自己进了以后 主要是刚才 这个袁倩也提到了 就是 顾宫的 文倩 对对对 文倩我常常会 文倩他刚才提到了 就是 顾宫的这个 收藏 再将到 这个中华文化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博大精深 我自己一进到里面去 我就爱上了他 虽然我的工作是非常的累 我只有一年当外语导览 后面的十年 九年 是蒋院长做了 十年了 蒋院长我帮他做了九年的 纪要秘书 秦院长做了一年 然后后面有 十六年负责战胆组 所以我三十几岁就当主管 因为我二十五岁就进故宫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我就是说 从行政 从博物馆的认识 到文物的学习 我都在那里获得 我因为是外文 所以这个故宫是艺术史 就艺术方面 所以我就一直读了一个艺术史 在这个国内 后来呢 为什么会进到的这个法国呢 其实我在进故宫 当我的研究所读完的时候 我就想到法国去 因为我选的是把法国 就刚才这个文倩讲的 就是我把我自己的兴趣是放在中西文化 那我自己 您当时念的是哪一个台湾的本地的艺术史的硕士吗 对 那个时候大家只有台湾 只有那个教授叫文化学院 那个时候没有艺术史 只有他 当时张旗云先生先办研究所 然后再办大学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早期的 只有在那里可以学到 所以后来毕业之后呢 因为一直在一面就学一面工作 完成了我的这个硕士 在这个中间我就已经注意到自己 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已经把我的题目都想好了 一定是中西 中法的这个研究 那让我学的又是 我在选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领域呢 也选了一个最偏的 我选的是七七 为什么学七七 因为当时不论书画 词气 铜气 玉气都有人学 可是七七就是没有人去关注它 可是呢 七七呢 在中国的艺术里面 它是有从和睦度来算的话 距今就有七千年的文化 可是没有人去关注 我说我要去 那有人就说了 那你这个资料怎么找啊 我说就是因为资料不多 我就要慢慢地去找 然后能做多少 我自己就是把这一块 大家都不太熟悉的这个领域 我慢慢地去建立起来一点 这个所谓的这个 对这样的一个领域的 一个基本的这个知识 或者是基本的资料的建构 所以那个时候 我选这个的时候 我自己也觉得 没有老师能指导我 所以那个时候 我的老师最后指导老师 是我们的所长 庄老师 庄上言 我就在那个时候 当我把论文写好之后 我就决定了 我一定要到法国 所以我做一点点小整理 我们的周院长会今天变成一个 在这个领域里头 那么特别位置的人 第一个 他人生按照他个人的志趣 而不是那个时候社会价值 包括父亲价值告诉他的 去当医生 第二 他进了法文系 毕业之后 他选择的工作 不是按照薪水的高低 而是按照他认为他可以学到什么 因为人生最可以学习的是 你前面的几份工作 还好你也学美军共同团 因为美军共同团 1972年 越战结束以后 他就撤走了 他就不要台湾了 所以你就会失业了 对不对 虽然叫Week Pay 很快你都不逃了 而且美军共同团 你除了卖可乐 跟卖巧克力 你就帮美国大兵服务 啥也不是 对不对 对对 所以他听起来是Week Pay 很好的工作 然后航空公司也是这样 可是你就知道 你在那里头 除了赚到钱之外 你根本学不到什么事情 所以你找了一个 薪水最低的工作 可是你知道 你可以学到很多 然后在那里 既是工作 也是研究 眼睛看到很多 同时你又可以去念研究所 你可不能在美军共同团 念什么研究所 因为那个地方 根本不知道要研究什么 然后完了以后 你选择的科系 不是选择最热门的 这是人性的特质 都是选 大家都在念那个系呀 我就去念 然后念了那个系 大家都在念 研究这个东西 我就去研究 你选了这个系 已经够冷门了 已经离你爸爸的期待 已经十八万里 然后呢 你再进去那十八万里 那课系里头 又去念了一个 前面也没有人做研究的 那在座也很少人 对中国七七了解 可能年轻人对七七 还以为是日本的东西 对不对 然后接着很快 你就去法国 接下来就会找 那时候事实上我在蒋院长的时候 法国政府已经给了我一个奖学金 因为那时候 当然也是因为我自己有申请了 结果蒋院长跟我说 不行 你不能走 因为怎么了 我走了 他不方便 因为说实在的 也跟他一段时间了 因为我自己在故宫 因为从这个基层做起 从这个导览 可是我有一段时间 在这个 有大概半年多的时间 是在这个 就是英文文书 就是外文文书的处理 就在我进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就是也给同学们分享一下 当你进到一个工作领域 你怎么去预备自己 所以当时进了这个 英文文书的工作 我的做法呢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 都做了重新的filing 做编目 等于在你这整个的整理的当中呢 你把里面所有的事情 做有系统 就像现在电脑一样 你就用系统 你查检索也方便 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也知道 大概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把它整个整理出来 那蒋院长为什么会选我做秘书 她每一次就从她办公室跑来 哎呀 我要这个 哪一件事情 她那个档案 我很快就找给她 每一次她要档案 我一下就给她了 她说这个小女生怎么那么厉害 什么东西很快就找得到 事实上我都 那个filing做得很好嘛 她只要讲人名 我可以从人名里面找到 她只要找时间 我只要把那个时间的档案拿出来 再问她她要的人是不是这个 那事件 我也可以从事件里面 可以去找到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她就 马上就说 她说 周小姐啊 你就跟那个黄小姐换一换吧 她那个剂药 她说你跟她换一换你的工作 我说不行 我讲院长 因为基药毕竟比我这个还是 一般在一个机关里面 这个院长身边的人 还是比较重要 或者说看起来等级会高一点 所以我说不行 我说院长 等黄小姐真的不做了 或者你高升她了 我再去接 后来那个黄小姐 因为家里的事务 她的先生好像公司 希望她回去帮忙 因为她也是外文 所以就离开了 那时候我就进院长使 那在这院长使的九年里面 跟蒋院长 一年跟秦院长 学习很多 你就看到了整个 不同的管理的方式 16年就是负责展览 教育和公关 那段时间又是一个挑战 所以从这个分灵分众的教育活动 到这个所谓的志工的培养 我就把这个 因为我刚才一直讲 故宫的收藏很丰富 怎么样借着故宫的收藏 让全台湾的民众 或者是世界来的民众 看到了我们的美 另外呢 从活动里面 让我们在地的民众能够学到 所以分灵分众到这个志工 志工我跟其他的这个做法不太一样 我们的志工 我为了做志工 我访问了这个Mantipolitan 他们的Education Department 就是教育单位 然后我也访问了Asian Army 那在他们中间 我去问的是什么 我说你们的问题在哪 因为志工一般都是很多嘛 人数很多 他们说很难管 那我说你们怎么安排他们的工作 他分在各个单位 也有做导览 也有到各个研究单位 帮他们做这个所谓的整理文献的工作 或者是帮着他们 做教育的这个推广 还有就是一些打杂的工作 这个我一知道以后 我就知道你们当然难管 因为每个不同的 这个部门一定要不同的训练 你们训练起来 一定没有办法有那么大的人力 所以我回来以后 我们的志工只做一件事 导览 对 就是 为什么做导览 我就把它定位为 这个文化总支部队 让他们去传递 传播 中华文化 第一个 第二个呢 把它们视为一个成长 成长的团体 因为这些来做志工的人 我们希望在他来的这里能够学到 而且不断地成长 这样的让他的 让他的生活 让他的家庭 因为他当志工而不一样 所以这两个是我最大的目的 不错 我们现在第二年 我第一次离开 我离开 我是两次 这个回任 我回任 第一次是在1972年到1999年 我后来回辅仁大学 创博物馆学研究所 九年离开以后 我回任 是2008年 是马总统 曾招我回去 前面我走的时候 1999年 我的志工就培养到300位 就是怎么样把教育工作做好 那中间九年我离开了 回任的时候 我又增加到每年100 到我四年就700 所以那个变成一个大的文化部队 这个影响非常的深 那我中间我说 我为什么会到法国去 为什么是选法国 那就是刚才我讲的 因为七七在我研究当中 在我在研究所的时候 我找到了 这是我可以后面 可以花精神 好好的去从事 学习和研究的领域 就是中法之间的 这个七公益 怎么样当时在17世纪初 欧洲进到了 也就是现在中国大陆 讲的一带一路 就是西方人到了这个东南亚 到了中国 他们的第一目标还是在中国 那时候为了要到中国 所以那个荷兰人 他成立了东印度公司 在1602年 那没有进到这个里面去 因为中国不让他进 这里面很有意思的有一段 东印度公司 派了这个大使到了中国 那时是明末的时候 当时就没有谈成 没有谈成他们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呢 就退到哪里呢 他们就退到了台湾 一带就是38年 那这个很有意思 你虽然研究的是法国 可是你在那个17世纪的时候 那整个的这个 就是法国跟亚洲的关系 以及西方 西欧跟亚洲的关系 你也借那个机会学习到 所以你很有趣的是 你看到那个时候 西方在七期里头 还有他们在各方面的艺术的崛起 特别是海权国家 那他们其实是想打开他的贸易嘛 没错 所以曾国反正定调 他那个叫商战嘛 对对对对 然后他一路一直过来 成立东印度公司 可是进不了中国 那个时候明末 我们在读教科书里头 觉得明朝到了末年 当然就是灭亡了 被清兵整个征服了 可是大家可能并不知道 在明朝即使到万历皇帝 被称为到很明末的时刻 中国在全世界的GDP占三分之一 就是跟现在的美国一样 美国现在的GDP呢 大概在全世界占的比例 还是百分之二十几左右 所以当时中国的GDP非常高 那时候中国GDP很高呢 第一个是差嘛 对不对 第二是丝织品 第三个就是瓷器 那瓷器呢 因为欧洲的瓷器很丑嘛 他们就烧不出那个硬瓷 都是软瓷 茶不要讲了 他们太需要喝茶了 那丝织品 当时中国的丝绸的丝织品 对他们来讲是为之经验 对对对 就是第四个就是七七 第四个就是七七 对对对 也是中国的七七嘛 对对中国的七七 那所以西方那个时候因为需要皇室需要大量这些东西 贵族需要大量的东西 所以他很多外汇存底 我们现在有说法对不对 就一直流向中国 没错 那中国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是上中之上 是对 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危机感 没错 这样讲对吧 它是个封闭的 是个关着门的 因为他觉得自己太棒了 这跟今天的美国很像 就今天美国的铁锈区的人 没错 他们认为美国很棒 为什么我很不好 他们认为美国其实根本就不应该跟全世界有太多的往来 所以他们有很强烈的反全球化的情绪 那我做一个补充 美国人讲反全球化跟我们台湾年轻人讲的反全球化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我们的反全球化是不知所云 I'm sorry to say that 因为我们是跟着美国人所说的 美国人反全球化讲的是很清楚 它有一个时间表 美国人认为 自从全球化 自1960年代开始 美国就开始一步一步地失去他们美好的时光 然后失去他们稳定的工作 他们的中产阶级就开始下滑 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就开始尖锐 那1960发生什么事 各位同学 你们想一下1960发生什么事 经济上 不是 1960发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美国全国劳工大罢工 然后大罢工之后呢 那一段时间美国就民权运动了 大罢工了 反越战了 全部都集结在一起 那一刻美国工厂的老板 官厂里头像RCA这些大工厂 他就搬去日本 因为日本在美国的扶植之下 它本来在二次大战之前 明治维新之后 它就已经工业很强 清工业基础很强 所以这些属于清工业的 就是我们想象 从2000年到2008年的中国做的东西 当时就全部都移到日本去了 所以美国反全球化的意思就是 反对他们的工厂搬到亚洲来 这叫美国的反全球化 那如果你在倒推 那我如果是英国人 我也反全球化 我反对的全球化就是 为什么英国的工厂跑到美国去啊 所以西方人在反全球化里头 它的意思是老子发明了纺织机 所以这工作永远都是老子的 那美国人就觉得说 我美国人曾经拥有这些工厂 所以这工作永远都是我的 这就是基本概念这样子 那刚才周公信院长 我是随便刚好提一下 提到在17世纪 那个时刻的那一波的全球化 很大的诱因就是因为中国本身呢 它太多输出的产品 然后让西方的皇室损失太多的钱 可是西方的海权国家崛起 他们决定不要再透过 威尼斯商人还有阿拉伯人 从中剥销了很多 然后呢把东西搞得很贵 他们就决定 把他们的东西卖回来中国 同时跟中国开始做生意 对吧 是不是 然后昨天还跑一寨 荷兰进不了中国就跑到台湾了 对 这有一点 还有一点 一方面是 另外还有一点 他们叫重商主义 什么叫重商主义 就是那个时候的贸易保护 他们各自西欧这几个大国 他们 就是谁的金多 白银多 他就是因为要军备 他就是 他就富强 那这个时候呢 所谓的重商 他的东西要卖给你 可是他不买你的东西 那那个时候呢 他要去 当时呢 整个西欧就变成一个封闭 可是他要开拓他自己的财源 就在刚好这个 所谓的东印度公司 他的创立 还有一个就是 达加玛 发现了新的航路 这个航路呢 也给了他们 那个十五世纪 让他们来到东方方便 为了是找东方的原料 这个西欧没有的东西 商料 还有就是一些原始原料 回去就卖 卖了以后 就刚才我说 我们中国的 就是这个茶啦 池啦 湿啦 漆汽 漆汽是怎么样 它不是那个 主要的 它是怎么样 它是为了 那个漆平风 它是为了压 鸡舱 大 重 瓷器也是 这一捆一捆的 就是在那个船里面 你要压舱 他们这些呢 瓷器或者是漆平风 各位如果是看那个漆平风 那个Coco Chanel 在它的这个家里面 你就看 就是那种大屏风 十二叠的大屏风 那个呢 就是压舱用的 那中国呢 在那个时候的这个 是一个民间的工艺 那当时在西方 西欧国家来到了这个 亚洲 来到东亚亚 它对瓷器 就漆汽 为什么会喜欢日本 日本比较细亚一点 那他们带回去的中国的东西呢 做得会比较 我们说 朴实一点 所以呢 这个刚才 这个 文倩也提到说 这个 日本人的漆漆 其实就是那个时候 日本人 大量地往西方印 那 也就等于是 你看它叫Japanin 变成是 就是Laklin 意思 就是修漆 漆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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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漆漆 制作漆 就叫Japanin 你看 都用到那么样的 日本名字 叫Japanin 就好像他把词漆叫China China 对对对对 所以你就看到 那个时候 可是呢 我就是为了把那一段的 这个做一个整理 怎么样这个漆平风 为什么会那么的风行 为什么欧洲人特别喜欢 尤其法国人 因为这个七平风 都是把这个当时人的生活 也就是这些贵族们的生活 或者是 他当礼物的 制作 当礼物送的 在清朝初年的时候 当礼物送 这十二叠横 就整面这个墙 十二叠 它里面都是人物 所以他们为了了解东方 了解中国 它里面的人物 它就 是它最好的 那时候不有照相吗 那个没有相片吗 我看他很多 还是用那个 好像一种矿石 大理石 对对对 都是立体的 都不是画的 对不对 不是 那个是后面的 是另外一类 它那个是雕 雕是什么呢 它先上灰 再上漆 黑漆 雕了以后再涂彩 所以它是凹进去的 所以叫款彩 款是磕的意思 就是这个 款款而行的款 款彩 彩呢就是上彩 你雕完了以后上彩 那这个大屏风 我就有研究那一段 那这个大屏风呢 法国人喜欢 那法国人喜欢 他是喜欢visual的东西 那英国人呢 喜欢日本的 那种细小的 所以法国人呢 我就由于这样的研究 它有一个地方叫 Fouboche de Saint-Anne-Douane 安东尼区 就是在那个时候 专门复制中国的东西 或者是把中国东西 这种大屏风去改装 改装成 这个日常用器 家具 像罗佛宫里面就有好几件 是改装的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 我自己当时为什么想做 也就是说 七七是中国固有的东西 可是日本人呢是 等于是宣宾夺主 我又想把这个名 把他纠正过来 而且当时的那个情况是 日本的七 跟中国的七 是并驾齐驱的 只是日本人 他这个七 在这个英国呢 他写了一本 就在那个时候 十七八十世纪 写了一个Japanese Japanese Japanese他讲的是什么 七公益 怎么去做七 所以他那个流传得非常的广 所以日本齐就取代了中国齐 其实中国齐是 我刚才说有七千年的历史 这一段 院长 我们来谈一下 就是说 那为什么在那个年代里头 中国的七器 除了受到欧洲的欢迎之外 中国的瓷器 在艺术上是一个顶尖 那茶是不要讲了 那个是特殊其他的原因 它的丝织品也都是顶尖 但是为什么 后来大概在文艺复兴时代开始 我不能说中国的艺术是陨落的 可是西方的艺术 却是一个全面崛起的 那除了后来 大概少数几个很特殊的画者之外 绘画者之外 大多数我们看到的 整个笼罩我们今天当代艺术的主要的观念 最后都来自于西方 好 好 好 我现在因为从 刚才我讲我进到了法国 当时我选择 这个法国巴黎第四大学 学的就是希望 透过这个七器的了解 在进到了十七世纪 就刚才文艺讲的 法国为什么是一个艺术之都 其实它有个发展的历史 有个脉络 刚才文艺提到了 这个希腊 那我们再往后走呢 是罗马 那罗马对后面的 这个意大利的影响是非常深的 所以在文艺复兴是在十四世纪开始 这个意大利的艺术家 已经意识到了 不能只是以神为 那就意识到人 怎么样从人的这个角度去看艺术 所以他们在表现艺术上面 所以你在文艺复兴那个时候 它对人的这个掌握 是非常精确的 而且是用 你看Divinci他们 都是要算得非常地精准 它那种所谓的立体感 所以这个时候呢 意大利成了一个很大的中心 那意大利这个 从文艺复兴开始 它就是一个业在 欧洲是一个中心 那法国呢 在十六世纪的时候 法兰西斯一世 他看到了这个重点 他自己又喜欢艺术 这个时候 他就把这个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名家 就引到了法国 那这个引到法国 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Divinci Divinci他把它放在哪里啊 我想这个 不是罗佛公是 那个时候路易十世 后面才 是法兰西斯他把它放在 拉罗亚河 旁边那个 我想你一定去过 什么安波瓦斯那种大的 这个chateau 那个城堡 他就放那风景最美的地方 让他在那 那把这个其他的这个呢 那时候1516年 就把其他的这个 也就是文艺复兴的 大花将士 像Soros 都引到哪里 封丹百路 那后来这个封丹百路 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路易十世 不 那法兰西斯一世 到 把这个Divinci引到的 法国的时候是 1516年 这个呢 蒙娜丽莎呢 是他这个 15003年左右画的 他就带到了法国 后来他在1519年 死在法国 就把这个送给了 法兰西斯一世 所以这就为什么 罗佛公 有三幅 这个 Divinci的画 也就是 来自于 Divinci本身自己带来的 那个影响之深 所以17世纪 到了17世纪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 就是法国的画家 自己开始 像那个 普桑 我不知道你们对普桑 普桑 我们曾经在故宫也办过展览 就是17世纪的大画家 他也是从 罗马学的 那真正的法国变成艺术之都 是因为艺术和文化是要慢慢累积的 一直到18世纪 那个Rococo 完全是法国风了 到19世纪你看多少的画派 这个Impressionist 这个是Expressionist 这个还有Abstract 通出来了 这个呢QBism都出来了 这个呢就是前面中的树 后面的开发结果 那到19世纪 法国就是全世界的一个艺术中心 那真正艺术开始 到了这个美国是到20世纪 所以法国有200多年 因为这个法兰西斯一世的这样的一个英明的做法 让法国的艺术一下子在维持了200多年那么长的 所以到现在大家都认为法国是艺术中心 艺术之都 所以我自己也因为在1988年进到了巴黎地士大学 用了六年半的时间读完了这个博士 然后里面呢就是对于这个法国的文化和艺术 也因为这样的时间有这么一个机会 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这个研究 那这个研究呢就影响到我后面的 进到故宫回任的时候 我想做的事 OK 那我们就来看到刚才非常 很快地帮我们回顾了那个时候 经济的文明的国家强权的崛起 跟艺术之间的一个关联性 所以一个地区他想要在艺术上头崛起 他本来是比较弱的 但他已经看出来佛罗伦斯 看出来那个地方的所有的艺术家的优点 然后他就请他们请他发过来 好像镜子也是对不对 对对对镜子 对因为镜子是从威尼斯开始的 镜子是那个时代的高科技 我看了好多记录 所有的人都疯狂镜子 中国皇帝也疯狂 更不要讲 那欧洲皇室都疯狂镜子 尤其那个路易十四 尤其路易十四 那不要赛 你可以想想看 你当到一个皇帝 你都看不到自己 听说有个镜子发明了 只要靠同镜来看自己 所以大家就疯狂了镜子 然后所以这个欧洲皇室很特别 他们只要听到谁 在哪件事情有什么突破 比如说德国的麦森烧出来了 然后呢 所有的西欧国家就重赏 什么人叛变他的国家 什么工匠可以逃来我这里 我就给你很多钱 那我知道那时候 威尼斯的镜子 它也等于是现代 我们想象的高科技 就是商业间谍这种概念 那时候在法国和意大利的边界 意大利杀了非常多人 我们用现在的角度来讲 就那个时候意大利的匪谍就跑到了法国去 然后所有那些会做镜子的人在边界 都被他们当时的路尔会主委下令 就把他杀掉了 对不对 因为他不愿意激出外流 不愿意激出外流 可是你挡不住吗 对对对 最后还是到了法国去 所以法国太高兴了 所以你到法尔赛宫先去看 禁厅全部都是禁厅 然后接下来就谈到 就是说后来影响您的工作 你在做很多策展里头 你就特别钟爱这位男人 这个男人叫路易十四 1638到1715 他就法尔赛宫的创立者 对对 他是现实的 至于为什么我回任 因为我自己回任 我如果是说 我只在故宫一直待下去 我这四年没有办法做得那么让我发挥 那我因为离开了故宫九年 那这九年呢 我在福人大学创立研究所 那在这研究所当中呢 让我自己学习很多是什么 跟同学们一起学习 因为我当时为了培养博物馆的专业人员 那个时候自己就下股功 因为怎么呢 我实务经验很多 可是我的理论要加强 所以我带着学生 我比学生还用功 我看的书比学生的还多 你知道 那就是自己先看 自己看完了以后整理出来 怎么样给孩子们 让他们有个清晰的 不论是在展览的设计规划 或者是这个教育的活动 以及管理上面 所以我那九年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学习获得 所以四年在故宫呢 我就把理论和实物放在一起 把故宫 希望就是这四年能够做出不一样 所以我回故宫的第一天 就已经规划好我的未来 四年 第一天我先把组织 做了一个专业的调整 那个组织法 虽然那个当时有很多的问题 是已经送出去 然后这个里面很多 现在这个也讲不完 那主要是我希望 就是借着我回来 让我的这几十年的经验 让故宫 他在这样的一个组织 是合于专业发展的 这我做到了 第一天的五月二十一号 二十号我们在高雄庆祝嘛 这个当时的当选的 这个所谓的庆祝会议 我二十一号九点 就叫所有的 从副院长到处长到各部会的主管 在我办公室开会 把组织调好 第二件是我做的 就是四年的展览排出来 为什么要先排 我排到2015到2016 为什么要排出来 你先把计划做好 故宫几百人 那你这个 如果你是应付工作的话 那每个人都 有的人就很偷闲 那你也没有善用他们 那不能怪他们 因为你没有把事情分配给他 所以我先把 这四五年的展览 都先排出来 这重要的展览 当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我就是给他们几个方向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收藏多 我们自己可以主持的 可以马上可以完成这个展览规划的 我们先做 所以我们雍正展是第一个 然后我们借北京故宫的是有限的 第二个呢 就是南宋我们收藏很多 那可是呢 我们借外面的也借了很多 因为它已经第二年 南宋呢 为什么 南宋我们收藏多都是宫里面的 可是呢 老百姓的东西没有 民间庶民的文物没有 所以我们就跟浙江博物馆 六个博物馆 福建三个博物馆 第二年的 2010 第三年呢 就是这个 三水合璧 那时候也是 福春山区 那个时候啊 这个文倩是在我第一时间 到任的第一时间 八月的时候 你记得啊 他当时打了个电话给我 说 哎呀 他说 凤凰卫视的刘总裁啊 想跟你见见面啊 我说欢迎啊 说没问题啊 我们就在 你知道故宫金华 我们用餐的时候 再就提出来了 说有没有可能把这个盛山图 十四分之一的 这个黄公望的福春山区图 的盛山图 和我们的无用诗卷 十四分之十二 能不能何必展出 我说这对在艺术史界来的话 对我们来说 这是 向往已久 而是一直都做不到的嘛 那当时是我们愿意配合 哎 结果就在那个桥顶 是第一 第四呢 就是太阳王 路易十四 就是康熙大帝 与太阳王 路易十四 这样呢 排出来 为什么排最后 因为那是我自己的研究 我的博士论文里面 有一章 就是讨论他们两个 那这个呢 我想我自己要做的话 我还要花点时间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最后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当时一直想做的 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 已经做了研究 怎么样再深度的 让民众去看到 十七世纪中法之间的 那种密切的关系 然后影响之深 请教一下周院长 就刚才您谈到有一段 我们同学可能听得清楚 可能没听清楚 就说你自己从法国回来以后 你觉得你要再做一点充实工作 所以你就去府人大学 创设了博物馆研究所 对不对 那创设博物馆研究所 就是你自知自己不够 这个很多达到博士的人 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觉得你在故宫 待这么多年 而且是当时权力很大的 江副聪跟秦晓宜院长时期 跟现在的故宫 动辄在立法院挨骂的状况 是完全不一样的院长地位 那时候的院长是全世界的收藏家 都特别请他们来鉴定 地位非常非常地高 那些院长呢 你在他们身边都是基要 就是最重要的 最依赖的人 那有些人就会因此很骄傲 那你没有 接着呢 你去了法国 你觉得自己不够 要再多学西方的东西 当然也跟你从小 对法国的向往有关 拿了博士学位以后 大多数的人就回来 在故宫里头像螃蟹走路嘛 就是一般的人性 可是你感觉呢 你需要更多 所以你就去创设了博物馆研究所 当上所长之后 你不是以过去在故宫的经验 告诉他们说 没有我中工心过去 哪怕我做展览组 哪怕我训练志工 没有我这些东西 今天故宫 没有这么多的文化种子部队 然后让这些职工了解 他本身就像一个小专家一样 可以去做文化的传播 你不是 你不是去宣扬自己 曾经做过哪些事情 你觉得你自己 实物经验够 理论不足 我刚刚听下来 就说 你在每一个关口的时刻 在骄傲 与 知道自己不足 谦虚里头 你几乎都一直选择后者 然后后来 在整个博物馆研究所里头九年 你因为马总统当选 就征召你再回来 一回来 人家刚520就职 你521就去改组织 然后立刻就定出长远的计划 你会很了解 故宫的展览 不是凑来凑去的 它本身是搭配的 很深刻的学术研究 而且要出专看 而且是一个国际的大事 所以虽然台湾在国际的能见度很小 可是国立故宫博物院 台北的这个国立故宫院 它的收藏品 跟它所能够代表的 在艺术史里头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所以你完全是用一个国际级的角度的策展 来好好的准备每一桩事情 我觉得我帮周院长做这个补充 是希望很多同学 你可能不会走入博物馆系 可是你人生记住今天你们所听到的 不只是我前面讲的跨界 而且在每一次 每一个阶段忠于自己 然后不断地看 自己的不足 忠于自己听起来是对自我的肯定 可是要看到自己的不足 那需要肯定中绝对的自信 还有一定的谦虚 它所需要的人格特质又更多了 那这位俩来谈一下 我觉得最精彩的是 你的创意 你的创意不只是文化中的 你会把 虽然他们的年代就差不多 可是谁会把这两个男人搞在一起 就路易十四跟康熙皇帝 我第一次听到我就觉得 Wow this is a great woman 这个女人太聪明了 因为他们两个人真的蛮特别的 而且刚好在那个地球时候 她的时代是差不多 然后就是 她的境遇也差不多 境遇也差不多 两个都是最盛世的时代 这个蛮有意思的 因为自己做研究 就真正地看到了 这两东西 这两位君王 就在同一个时间 路易十四比康熙大 大概十六岁 那他们 我说境遇相同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康熙 她的有一个很好的 这个孝庄 太皇太后 对不对 她的祖母 然后你要知道 这个路易十四呢 有一个很好的妈妈安娜 王后 太后 这两个人 都在背后扮演的 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一个是教养 第二个呢 就是怎么样去做一个伟大的君王 这两位女人 背后的女人 然后还有一事呢 这个康熙 她是五岁得位 可是她真正掌权 要把这个敖拜怎么样 先弄掉 对不对 可是我们看看这个路易十四 她是 也是 十几 也很年轻 康熙四十八岁 路易十四十五岁 她那个时候呢 爸爸一过她只有五岁 路易十三过的时候她只有五岁 那爸爸就给了这个 她的这个母亲 安娜王后 我特别跟她说 这个马扎汉 马扎汉这个书籍主教 是一定要请她做她的教父 做她的这个等于摄政王 也就是宰相 那这位 这位马扎汉 也就是意大利的宏裔主教 非常 这个诠释很大 以外 对艺术的这个狂爱 所有大的拍卖 她都是 好多东西都在她手上 她到1661年 你看 路易十四是1635年出生 一到1661年 那个路易都几岁了 26岁了 她死了以后 她才真正地拿到了权威 所以路易十四一得位以后 不设宰相 她就是自己等了十几年 所以从这里21年 等到21年 所以这两个皇帝都际遇 都相同 那我们再看 他们两个怎么会认识 他们还真的互相认识 透过了耶稣会识 法国的耶稣会识 那我们在谈耶稣会识呢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这个是天主教到中国来 我们第一个大家都知道的 明朝的谁啊 意大利的谁 立马斗嘛 对不对 立马斗那个时候来 来到了中国 那各位你看看 这个立马斗 耶稣会识为什么会在中国 会被接受 因为一般我们看这个中国历史 这个中国人是排外 尤其是宗教 那立马斗历还在哪里 第一个耶稣会识 我们看看耶稣会识的背景 耶稣会识是在 就是十六世纪的时候 1540年 那个时候成立的 为什么 那时候我们知道天主教是颓废的 那个说买赦免卷的 孰身券的 孰身卷的 在教会地上含腹败 孰罪卷 mining 孰罪卷 那这个呢 是当时对天主教来说 是打击非常的大 那耶稣会是就在那个时候成立 一批年轻人 就是我自己的那个 那一群年轻人 就是巴黎大学的一群年轻人 再加上欧洲的一群 他们怎么呢 他们说我们要用知识来传教 他们就成立了耶稣会 耶稣会的训练是什么 他是个通才 他是个全才 他是个博雅 他是个现在我们讲的通事 全人的一个教育 他除了说神学以外 他还要学什么 修持学 文学 科学 里面的天文学 数学 还有什么 音乐 就是让你人要能平衡 所以全都要学 博雅现在你看 亚洲大学也是嘛 像今天这个课程 就是个博雅的课程 那个时候耶稣会 就已经在培养耶稣会是 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你看我特别提到天文学 所以当时耶稣会是来 来到了中国 这个利马窦呢 看到了中国的整个的 这个所谓的社会结构 士龙工商学兵 他看到士 读书人是最受推崇的 是最有办法的 也最能够得权力的 所以他就结交了 徐光旗 大进士 这个进士 这个跟他做朋友 然后他又聪明的时候 他就是把中国的这个服装 他们换成 他们跟中国人穿一样的服装 另外呢 让中国人呢 能够记住 你做天主教徒 你也可以记住 所以这样的一个改变 在这个 耶稣会是在中国 那段时间是会被受欢迎的 那到了十七世纪的时候呢 那时候南怀人 最早一个 各位对这个 汤洛旺一定记得 他是德国也所回事 那他是进到了中国的这个 天文台 清天当见证嘛 那时候还有一个 有个很有意思的这个 他跟阳光仙之间的 看那个日识嘛 比较这个 我用西方的天文学 跟你中国的 占星术 还有阿拉伯的 这三个在比的时候 他们都 把这个时间算出来 中国的 早了一个礼拜 这个 阿拉伯的早几天 只有 这个 汤洛旺的准时 日全时出来 那个打败 那个 当然这个里面也 结下了这个 这个梁子了 所以呢 汤洛旺之后 就是南淮仁 那南淮仁正好是 康熙初期 这个时候呢 他年纪大了 他就跟这个 这个 教皇 教宗 那时候叫教皇 说你派年轻的会师来 我们这里需要 中国需要人 路易十四聪明 他听到这个消息 因为 这个法国是个天主教国家 他一听到这个消息 他派了六位 六位 年轻的耶稣会师 到中国 有一个到了 那个泰国 那个叫仙罗 西安 就留在那 五个进了中国 五个进了中国 你要知道 当时耶稣会是 我们看来是 这个利马豆 是意大利人 可是真正的 这个在商业上掌握 或者说 在这个亚洲 这个比较吃得开的是 葡萄牙人 因为他商船很多 那这个威士会师 有位葡萄牙 叫徐日生 他在那已经很久了 所以呢 当时 这个 康熙就说 你帮我选 这五个里面 我只要两位就够了 做我的科学教师 做我的 这个所谓的数学老师 这位徐日进很有意思 他看这五位 他选了两个最瘦弱的 他想大概 他们不会有太大的表现 这都有点私心了 因为他是葡萄牙人 这法国人五个 他选了这个张成和白晋 就用到了这个 进来以后不想 这两个人不得了 这个张成是陪着 去签那个什么 跟俄国的尼布图条业 这个白晋呢 是把这个 就是康熙的一生 做了写了一个 这个传 那他什么时候写的时候 什么时候写呢 因为当时 康熙希望白晋回到法国 因为法国路易十四 当时在罗佛宫设了什么 雕塑学院 艺术学院 科学院 他就希望他回去 把那些资料拿回来 就派他回去 那另外还有一个法郎 也希望 他说这个法郎很漂亮 他们送了他法郎 很漂亮 把这些东西给我带一点来 就回去了 回去在路上呢 因为有三年的时间 他是1693年到1699年 三年的时间 他就写了 把这个康熙 哇 写得真好 他跟他五年 在那时候已经有五年 他对康熙的崇拜的 简直是 他说全球的君王 他说康熙是No.1 第一等的君王 他说他亲民 他生活节俭 他这个本身 这个又很智慧 又好学 又孝顺 因为他对太皇太后 非常孝顺 你们知道那龙藏君 就是他为这个 校皇太后写的 编制的 所以你就看到了这里 这本书 他回去以后 就当面呈给了这个路易十四 所以路易十四 就是对康熙是完全的了解 那再加上呢 他见到了这个路易十四 他也把康熙 在大陆 就是在法国的一切呢 他都作为了一个描述 所以如果我们再往生里面看 康熙为什么会造办处 后来他改制 也是白准回来以后 把这个路易十四的这个制度 给了这个 告诉了这个 就是康熙 所以从这里看来 他们的靠这个白净案当成 做了很深的 对这个两边互相之间的认识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当时要做这个 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展览 让这个国内的这个一般民众 能够借由出版活动和展览 我们还做了一个 我们还办了一个大的歌剧 三层舞台的 就是全方位的去呈现 这两个皇帝 那这个当然了 我们在展览中间 瓷器的影响 这个还有这个 所谓的绘画的影响 还有之间的交往 还有这些 我们这 还有这 刚才我讲的这些 科学仪器的影响 都非常的深 当时中工兴院长 他其实策划过两次 就是一次是他回来做故宫院长 一次是你还没有当故宫院长 你就策划过一次 诺佛工的 诺佛工的 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 对对对 然后呢 我好像记得你那个时候 连在那个巴黎 街头上面都挂满了 对对 那是1998年 我们的副发展 对 全部挂了这个 对 那宣传很大 那宣传很大 就是很有名 就是说 很少台湾的任何东西 在巴黎街上 满街通通都是 所以我们周院长 做的是大手柄 你看它是一个 你看它的人生 你就看它讲话 好像很端庄 很传统 可是它做事情就是 就是那种全球 全球性的誓言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都 我在国外 然后别人就告诉我 巴黎的朋友就跟我说 我们巴黎突然满街都是 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 全部通都被充满了 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状况 他当然作为一个台湾人 他觉得非常 鱼有荣焉 可那次在 1998 1998 大黄宫 大黄宫 在巴黎大黄宫 最好的地方 对 在巴黎大黄宫 那次非常的轰动 非常成功 对对对 巴黎大黄宫 那时候展览多久 在大黄宫 三年 三个月 三个月到 他展览的人数 参加的人数 排队 排队 造成一个大轰动 就从来没有故宫的东西 到了巴黎大黄宫 去展览 巴黎大黄宫 我进去过 他有一个大黄宫 一个小黄宫 小黄宫 在对面两边 是非常的漂亮 那通常呢 你们如果现在看 那个最厉害的fashion show 还了不起 就戒到三天 可是戒在你们 三个月 那通常他有 这个珠宝双年展 也通过都是在大黄宫 大黄宫 这个我要特别 稍微介绍一下 法国人的艺术文化 能够推得那么好 他除了正式的博物馆之外 他有展览馆 大黄宫是做国家级的大展 跟国外界的 小黄宫是做稍微小一点的 所以他有两个大 就是在他设备 非常一流的 好的这样的展馆 让国外的展览 或者他们要做的 来自各地的联合展 有这么一个好的地方 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大黄宫 一个是小黄宫 而他们不只是说 只做一个展览 这个大黄宫里面 它那个展厅很大 像我们那个 因为是作品多 整个都占掉 有时候他们一个时段里面 可以做两三个展览 是很好的展览厅 所以我说台湾缺乏这个 以前我呼吁 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展览馆 因为你博物馆 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收藏的特性 所以他展览的内容比较局限 如果是有一个大的展场 让大家来申请的话 那个观众们 就是民众们能获得的教育 能获得的这个资讯 会更多元 更多样 其实周委长是我们台湾 很难得的文化艺术方面的 重要人才 他把他的人生呢 一开始也没定位在金钱上 然后后来也算奉献 很大的奉献 奉献给国陆公共博物院 也奉献给教育界 那我很记得他当国陆公共博物院院长的时候 很重要的他的梦想 就是有一个叫大故宫计划 因为现在的台北的国陆公共博物院 是在1960年代的时刻 最后由蒋介石所盖的 那当时整个国家的财政能力 能够做出来的规模就是如此的 那时候整个中华民国是非常穷的 我们现场很少人知道以前台湾有多穷 因为你们生长的时代 就是很难理解台湾有多穷 那一定要到周院长或是你祖父的年代吗 我告诉你不是 我就知道台湾有多穷 我1980年从台大法律系毕业 1980你们觉得台湾应该还蛮有钱了吧 对 前阳脚步了开始 那是1990 1980年你们觉得台湾应该蛮有钱了吗 就我在你们这个年龄大几岁的时候 大学毕业 我告诉你那时候台湾的薪水是多少钱 我是台大法律系毕业的 我的同学他的薪水一定比一般的大学毕业生要高很多 在律师事务所里头 一般律师事务所的薪水 你刚进去第一年 就是8000块钱台币 然后我呢因为进了英美系统的律师事务所 那他的pay就是外商律师事务所 他的pay一开始就是double 我的同学只要吃饭就说叫富婆付钱 所以我从毕业第一年就叫富婆 你知道富婆薪水多少钱吗 起薪就一万六千块钱 这个叫富婆 你们现在听了觉得很好笑 然后呢 我那个时候在医美律师事务所上班 我终于知道 也很明白 我现在回顾来看 我终于了解 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 有多困难 有多穷 1978年底 美国宣布和台湾要断交 正式断交就1979年 你知道那时候台湾的有钱人 不分本省外省啊 我们现在以为说哪一种族群的人 特别不爱台湾 不认同台湾 让我告诉你 去洛杉矶去看 谁在那个时候移民到美国去 不分本省人 不分外省人 走一步 走一步去 就跟那个时候1997 香港回归一样 那些越有名的明星 每一个人都跑到英国 跑到加拿大去买房地产 移民 所以那一波是好大的移民潮 因为觉得台湾要被统一了 所以我很抱歉地告诉各位 由于我已经60岁了 现在谁要告诉我台湾要统一了 我就说我要睡觉了 因为我从生出来听到现在60年 我的感觉觉得有些事情 要很理性地思考 台湾最风雨飘摇的时刻 就是美国跟台湾断交 美国跟台湾断交 对那个时候的总统蒋经国 他并不知道台湾要发生什么事 台湾当时刚好也有反对运动 我是属于反对运动 反对运动者并不了解蒋经国 自己在思考什么 可是看到社会的躁动 也看到社会的不安 那上街头 对抗政权 最终呢 我的朋友们很不幸 因为我很小嘛 他们不会去抓20岁的人 年长的人 我看那个时候 美丽岛杂志社 连扫地的人都快要抓光了 全部都抓光 后来有的放回来 那就是那个年代 那我在律师事务所上班的时刻 我就知道这个国家有多穷 当然也养成我后来的坏习惯 我第一份工作 我叫富婆 记住啊 我的薪水是一万六千块台币 第二个 我每天处理的手上的case 都是一千万美金以上 所以我从此就没有把任何钱放在眼里 我每一个case都是一千万美金以上 每一个case都一千万美金以上 都是如此这样的 那都是什么呢 都是台湾啊 那个时候充满了危机感 我将来会不会没有电 然后我们已经经过第一次实业危机 第二次实业危机发生在1983年 第一次是1972年 然后我会不会有一天 我所有的能源都没有了 这个国家是充满了危机感的国家 所以那个时候我常常是代表外国银行 跟台湾的台电还有中油签约 那我要跟台电跟中油签约的时候 我们的国家连一千万美金都没有 一千万美金现在算起来是多少钱 是三亿台币 三亿台币是什么 你到新一计划区台北市 现在的豪宅买半栋 叫做三亿台币 就是那个钱 台湾现在呢 大概不知道多少人可以出三亿台币 那个时候当我二十出头的时候 我们在1980年时候 台湾的国家穷到连这个钱都没有 然后我们要贷款的时候 因为我代表外商 可是我又是一个台湾人 所以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我就看着 台湾的政府像乞丐一样 跟国际银行借钱 而且没有债信 因为没有人承认你 日本在台湾被赶出联合国以后 就跟台湾早就断交了 第一个很快地就跟中国大陆建交 法国是在1949年之后 第一个跟中国建交的大国 法国人啊 对不起啊 溜得很快 那美国呢是最后最重要的大国 也是台湾最重要的保护国 在那时候跟台湾断交 所以台湾是一个毫无债性的国家 那简直像朝鲜一样 我不是说人家要制裁你啊 就没有人相信你这个国家 所以台湾关系法通过里头 有一个条文 这个条文就是 当中华民国台湾 要跟国际借贷的时候 如果因为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或是没有国际债性 美国联准会的附属银行 叫美国进出口银行 这是美国联准会的官方银行 要负责担保 你知道那时候台湾有多穷 所以呢 我们那时候要借一千万美金 通常九百万美金 就从Bankers Trust 法国系银行 先看一下一个小银行 谁要把钱放到那里 搞不好会倒 OK 然后呢 跟City Bank借钱 跟花旗银行借钱 也像乞丐一样 然后同时就会有 美国进出口银行进来 一起保证 所以我刚才必须要说 在那个年代里头 把他的人生岁月 奉献给国家的人 是很了不起的 因为他们后来就没有跟上 台湾1990年代 泡沫经济 然后呢 所有的人就跟着进入科学园区 然后所有的崛起 他们都没有进入这些过程 但我想他当时 他在2008年 回来国立故宫博物园 当院长的时刻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 他想象自己 虽然他不是路易十四 可不可以设一个大故宫计划 大故宫计划的目的就是 当时的政府已经比较有钱了 把附近的土地 国有的土地 统统整理 然后拓展这个故宫的规模 他想的是这样 但是由于我们的政治上头啊 很奇怪 我们又觉得故宫的东西很重要 又觉得故宫的东西代表中国 所以就叫去中国化 所以既想要这个东西 又觉得不能提升这个东西 所以大故宫计划呢 就一直在争议当中 可是中国新院长想得很简单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国家 比以前有钱这么多 我们总要把故宫做得拓展大一点点 那故宫上一次拓展呢 是在2004年 0506的时刻 那个时刻呢 所谓的故宫拓展的计划 立法院只给了5亿台币 我告诉各位这是什么意思 就国立故宫博物院在全世界的博物馆里头 有的人排名到第五 有的人反正前十名都排进去 大英博物馆跟台湾同一个时间 也进行整修 大英博物馆 它整修的经费 也是5亿 叫5亿英镑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45倍 你就知道说 一个没有艺术眼光的政府 跟有艺术眼光的政府 那馆藏 大家认为差别并不大 你想要拓增也不行 想好好的改 让它的哪些东西好看一点也不行 出来的都是负面新闻 所以我觉得很可惜 就是一个即使一生奉献给这个领域的人 我们这个社会真的很了解 他们做了什么 我们拥有什么 可以再做什么吗 而且我很知道当时这个院长 他是比较客气 他很大的希望就是 同时设立文化产业的教育部门 他认为一个没有文化基础的创意 他所有的创意就会变成抄袭 像他谈到法国 到了丰丹百禄时期 到了后来 所有 比如说包括像写实主义 表现主义等等 后来的发展 法国变成艺术之都 那是前面累积的结果 法兰西斯一世 所以他很希望 国立故宫博物院里头 大家对国立故宫博物院的了解 可以使台湾的文化产业 不是去抄袭北欧的基建 不是去抄袭日本的东西 就这个设计是有你的文化的根源 那我不知道院长你知不知道 有一个很有名的牌子叫上下 上下这个牌子是在 Hermes买的 他姓蒋 姓蒋 蒋穹尔 他呢 一开始是从瓷器 茶具的设计 他告诉我 他告诉我 他最重要的启发他的设计 他是念巴黎艺术学院的 他本身就很优秀 他也是从法国回来 他是中国大陆的人 但是他一有机会就到台湾来看故宫博物院 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不断不断地看 然后还要看看很多全世界的各种瓷器 也去京都 也去日本到处看 对他最大的启发之一 最重要的就是国立故宫博物院 他这里不断地看 然后很快地 他就开始了上下这个品牌 他把上跟下这个字结合起来 看起来就像一个倒茶的 那我们其实顾问会卖蔡晓芳的陶瓷 他就是很多也是 他不是防乳窑 他就是从宋朝的瓷器 他就创意出来 比如说白色的瓷器 下面是竹子 所以合起来就很漂亮 那个比例就非常的美 那我当时是在2009年 Bloomberg发行亚洲的中文版的时候 被邀请当首席顾问 然后呢他们就在上海的 也是他们的博物院里头 就进行了一个party party里头展出的就是上下的产品 我这什么东西怎么做这么漂亮啊 第二年他就被Hermes并购掉 就被那个最有名的Hermes的牌子 就是Hermes的爱马仕 就并购了 所以你现在在中国大陆可以看到 这家店叫爱马仕 隔壁就叫上下 后来他就发展到家具 也发展到一点服装 但服装不是他的重点 重点是他的器皿 跟他的家具 他的家具 比如说明朝的家具 我们都觉得很漂亮 可是坐起来的腰好疼啊 屁股也很痛 对不对 他就把很多地方改成像爱马仕 很漂亮的皮革 那合起来就很漂亮了 就是旁边还是木头 可是坐的地方就是很漂亮的皮革 就很漂亮 就他现在进来松烟 在松烟社店上下 那这是一个例子 就是我告诉各位说 其实周院长他有很多的抱负 当时他希望文创的产业 有一个从故宫里头的产品出来的教育 不只是你去看展览 你在这里头研究了解 为什么乳窑是这个比例 为什么这个湖是这个比例 雍正的美学是什么 可惜呢 我们这个社会支持他的力量并不够 我们一直在错失很多东西 我们太在乎某一些可能对我们没有那么重要的 然后用那些不是很重要的 最后就不断地把其实可以好好做事的机会给错失掉了 所以今天我们请了周院长来 他不管在什么位置 我觉得你都把自己当路易十四的看待 非常有气迫地做大事情 我们最后做个绝语 因为他们要下课了 对 刚才文倩提到了文创产业 我现在还是要讲就是说 文创产业的首要的东西是文化 所以现在我就是各位同学 我在借这个机会呢 希望你们对中华文化 好好的从现在开始 不论是你是兴趣也好 或者是你希望从里面慢慢地获得一点点知识 都没有问题慢慢累积 因为将来你出去的话 你这个创意会跟别人不同 因为在中华文化 我刚才说博大精深 里面有多少智慧 多少创意 要等着你们去开发 等着你们去发掘 因为如果你进得去 你慢慢地累积 你的未来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谢谢 你让我帮同学问一个问题 因为有些人可能因为政治立场的关系 哪怕日本的戚器 它也是从中华文化里头学来 结果最后变成日本的戚器 领导全世界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无关你个人 对于政治上头的任何选择 就是说日本当然要发展 它的瓷器 它的戚器 它的某些文明 它的Zen 它也是从唐代很多东西开始 唐的时候派人来学 所以这文化的面是很广的 所以各位就是好好学 文化是你的内涵 那你将来不能做任何事情 有这个内涵做你的底 会有很好的发挥 我们谢谢周院长 大家给他掌声好不好 也谢谢各位同学 留这么久已经下课了 我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 是有一年苏州博物馆 刚刚成立的时候 我访问了贝玉明 那贝玉明呢是苏州人 然后他小时候 他家里有狮子园 可是1949之前 他们就赶快逃到美国去了 后来苏州就一直希望 贝玉明回来盖一个博物馆 那贝玉明呢 已经做了日本的米后 做了什么的 然后他在卓正元的旁边 做苏州博物馆 那那个时候请注意啊 就是说卓正元这些 很重要用的是太湖的石头 可是当时第一 太湖石头很少 第二 太湖所有传统的工匠 都没有了 不是文革被杀死 就是老了死掉了 所以他就用很多新的创意 然后最后盖出了 包括从那个时候 他感觉从宋代的茶室是什么样子 然后就恢复 他自己觉得应该有的苏州博物馆的模样 盖完了以后 大叔怎么跟米后这么像 怎么很像日本 我访问他的时候 他最重要就告诉我 他好生气 他说拜托 日本是抄我们苏州的东西 怎么是我们像日本呢 是日本来抄我们东西 抄到所有的人以为这个是日本 然后现在变成我恢复苏州的东西 恢复宋朝的东西 他们居然说我去抄日本的 他就在骂说中国人怎么回事 中国人连自己的文化都不认得 只认得日本的文化 然后最后说我的苏州博物馆 抄的是日本的 是日本人抄我们的东西啊 所以日本现在那种 你想想看日本的京都那种 白色的 Zen的东西 那不就是苏州的 对不对 苏州所有的风格这样 所以非常感谢 当然他们有发扬光大 就是在刚才周公平院长讲 你了解这个文明 然后你自己在从中 在创造出你自己新的东西 其实日本人也是如此 最后谢谢周公平院长 感激不尽 也谢谢你多年 对这个社会的贡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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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感到 不感到 谢谢各位 谢谢 最热烈的掌声 感谢两位老师 为我们带来最精彩的演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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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